寄生虫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有问题的 今天你拿几张老人的照片出来 你想说明什么 说明问题都是老人的 我可怜那小孩你知道吗 有一本书叫《无良是一种病》 说有一些人是天生没有良心的 所以今天他站在这 他口口声声说梦想 说我要追求什么 是在包装自己 掩饰自己是没有良心这件事情 对妻子也好 对孩子也好 他觉得跟我没有关系 我只要追求自己的梦想就行了 所以我给你一个建议 我和周勋老师想法不一样 我都不觉得你应该自己带孩子 我觉得你就应该把孩子丢给他 你还是可以去看啊 还是可以带孩子去上学放学可以啊 你去找份工作 改善一下自己的人生 他没有工作 硬生生你脱的也是无业 那小孩以后怎么生活 父母两个人都是无业 小孩以后怎么办 越是针对无良的人 就是越要给他包袱 给他压力 把他该承担责任给丢给他 让他无处遁形 没有地方可逃 这个时候你能够带着你孩子的 可能才是一个真正的 有可能的将来 就这样吧 谢谢陆七老师 谢谢 谢谢观看